欢迎收看老豹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日本治愈系电影 如果猫从世界上消失了 小智的母亲是一位非常温柔的女性 不管遇到什么事 脸上总是带着和蔼温柔的笑容 是整个小家庭的灵魂 也是小智心灵的港湾 母亲对猫毛过敏 但是看到小智因为怜悯 从外面捡来的小猫 还是决定收养 后来母亲患上了不治之症 第一只猫咪自乎有所感应 不久后就先与母亲去世了 为了安慰母亲 小智和父亲找来一只小猫 假装成是被人遗弃的 放在家门口 故意让母亲捡到 自从有了这只猫咪的陪伴 母亲在生命的日子里 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最后母亲去世前 将小猫托付给小智照顾 上大学后 小智认识了一个特别爱看电影的朋友 小智自己也喜欢看电影 这样一来而去 两人成为了好友 朋友也经常给了推荐好看的电影 一天小智在家里 看着朋友推荐的电影 突然一通陌生电话打了进来 在聊了几句之后发现 这是一个打错的电话 不过正当小智要挂电话的时候 电话那一头的女孩 听到了电影的声音 并且准确说出了小智 正在看的电影的名字 之后还相约见面 聊得非常投机 两人顺利成章的开始了交往 两人在交往中 一起去了国外旅行 在国外认识了一名徒步旅行者 短暂的相遇 让他们成为了好友 但是就在旅行者 要离开这里 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的时候 突如其来的车祸 夺去了他的生命 Neo在今夜目睹 生命的一世之后 决定在有限的人生中 尽可能的做自己想做的事 更加珍惜每一天的活下去 两人的思想落差 渐渐拉大 最后分手 就在分手不久后 小智自己也被查出 患上了脑瘤 时日无多 小智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却被一个长得 和他一模一样的人吓到 对方自称是 人死之前就会看到的恶魔 还告诉他 他有方法可以让小智 多活几天 只要小智肯拿出 他身边的物品作为交换 恶魔提议让手机消失 小智犹豫了一下 他想起了前女友 两人正是因为 前女友打出了电话 才会相识相爱 如果没有手机的话 自己也不会认识他 但是最后 他还是同意让手机消失 当小智再次见到前女友时 他对于前女友来说 已经是个陌生人了 第二天 恶魔说 用电影交换吧 于是隔天 他来到电影影像店 和这里工作的朋友告别 一瞬间 电影院也消失了 朋友工作的影像店 也变成了主店 男主很落寞 他觉得自己 渐渐和这个世界 持续联系 没了这些联系 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最后恶魔盯上了他的猫 小智相 如果连猫也消失了 那么自己和母亲的美好回忆 不就也会随时消失了吗 于是小智鼓起勇气 拒绝了恶魔 他说自己知道 电话 电影 猫咪是不会消失的 恶魔也并不真实存在 恶魔只是他自己 无法面对死亡的 另一个自己 他所幻想的消失 不过是自己在切断 和别人的联系罢了 最后 小智在和前女友 和好朋友好好告别之后 放宽了雄怀 开始面带微笑 和感恩地奔向了 自己最后人生的旅途 电话代表了爱情 电影代表了友情 猫咪代表了亲情 如果说你是身换绝症 你会用这些东西 去交换生命吗 我想我们可能会和小智一样 好想活下去 但是却不做了要活下去 不放弃这些 生命中最美的东西 因为没有了这些东西 我们离死亡 才会更进一步吧 以上就是 本次拉波动 给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婆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呀 처 10 并 那